肝脏木耳都会先浸泡以后再烹煮 不过有人一泡就泡个一两天 网路上谣传隔夜木耳有毒 其实这跟木耳本身没有关系 而是浸泡的时候 自身细菌会有食物中毒的风险 你没有清洗干净 你直接做浸泡 那其实那个水就是比较脏 然后你就在一个高温潮湿的环境下 其实很容易它的微生物大量滋长 然后就会导致所谓的一些毒素 或者一些微生物 所以这是所谓的食物中毒 正确做法要把浸泡中的干燥木耳 用保鲜盒装起来 然后冰在冰箱 要煮的时候务必煮沸到完全熟透 另外别再误会木耳了 它本身的营养价值相当高 吃木耳的时候我们都会吃到一些 比较粘粘的胶质的成分 这些多糖体的成分 是属于比较养阴润的一些性质 刚好沸这个胀腑 它的天性来说是比较怕干燥的 可以帮助沸发挥它应该有的功能 木耳还具有促进肠胃蠕动的功能 因此民众只要有良好的烹调习惯 吃进肚的就不会是毒 而是健康 戴新闻杨爱婷的洪志 华联报导